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禅 昨天晚上我们在安多出现的这个树林这停车的 但是那都是五天前的事情了 今天最后再找一点 下车,下来 小崔肉眼可见长大好多 这两个家伙 看见四月在这 想来吃他的饭 看见我就跑了 走到这 慢一点 有点高 走吧 今天最后一天 到安多 加油吧 回去之前停车那儿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安多应该是没有回来过 这个鸡肉在地上 还在这儿 风太大了被吹跑了一劲 这好像还有一块 吹一块吹到这儿来了 已经变成肉干了 这边很干燥 又在戈壁滩上 回去吧 回去接着找 四月在车上 就是睡觉 能睡一天 以前能睡四个 现在只能睡一个了 你好 我是在找一只狗 这样的你有见过吗 要不您留一个联系方式 好 他就在这一片跑丢的 给我说 我给你找 好好好 我等一会儿把花盖来 我上去去 对对对对 他叫安多 叫他名字 他就过来了 谢谢 谢谢 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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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下午5点多钟了 还是没找到 我想 请问一下 你有见过一只这样的狗 没有 没有 这是你的 就是我还发信息呢 我说两千块钱找到这一只 没有 谢谢啊 谢谢 我没看见过 我就是发那个平台 然后我发的两千块钱那个 平台上看见了 嗯 嗯 这就是我的 那个平台也是我发的 平台上反正看见了 哦 反正看见了 平台上看见了 没看见过 哎 好了 这有个树 这树枝被前天的暴风雨吹断了 换一条路吧 好难呀 你看现在 刚刚这又得再开一次 特别滑呀 哇 是刚刚的那个 要走快一点 不然可能会陷在里面 这现在里面 那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出来了 一直在甩 现在已经七点半了 还有一个小时天就可以了 再找一遍 再找最后一遍 安多 这平常有一只大狗在 现在也没在了 今天一整天都没在 昨天都在 这一片地方 已经不知道转过多少遍了 这两只躺在路中间的狗子 见过他们不下十次了 这几个家伙还是比较怕人 他不会靠近 小穴在车上摟个头在那 他会刷尾巴 这位流浪狗很多 没有人要 也没有人管 这一只流浪狗的尸体还在这里 没有人管 五天前 那位朋友 看见安多 从这里 斜着 走到马路对面 在那边找东西吃 这也是最准确 最确定的一次 今天我给他看了安多以前的视频 安多以前的照片 他确认地告诉我 安多那一天就是从这过去的 但那是五天前了 四天前 有两位大叔在田里干活 在这里看见一个像安多的狗 但他见人就跑 没有看清 五天前 一个皇位阿姨在这 看见一个像安多的狗子 但只看见他的背 没有看见他的脸 五天前 一位司机朋友路过这里 看见一个像安多的狗子 跟着车跑 找完最后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安多呀 今天晚上 回到他走溜的地方吧 又回到安多走失的那个隔壁潭了 已经走失整整十天 在这儿在路上最后一晚吧